大家好,在今天这部视频当中我们就继续上午圈周五周年版的新增流程,屈前解说 在这期当中我们主要就是去收集两套根据原版护甲改装的高级护甲 但我们的重点依然还是要去体验这其中两段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但首先,UP的这身服装则是N网上的MOD大神 Fillus00在最近推出的这款相对比较贴近原版风格的审判者护甲 那UP个人在经过一定的取舍之后,感觉也非常不错 因此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去找来试一试 另外,这件精致的万甲,则是之前UP这期视频当中的一个战利品 所以这里我们也就不再细说了 那接着言归正传,最近我们抓根宝市听说在猎谷城的风雨沟酒馆老板那里 有一份很有挑战性的赏金任务,一直没有人敢去接 因此我们三人就想去看一看那到底是什么任务 那这样在我们找到这里的亚龙人老板娘基拉瓦 也就可以开启这段任务了 那这也和中年版的很多任务模式一样 主要的事情都是写在纸条上 那这条赏金令的主要意思就是说 原本在天际省西部活跃的七十者 现在已经有一只渗透到了列古岭的南部山区 虽然之前帝国的军队已经对他们进行过一次围剿 但并没有抓到他们的首领群牙齿 而且这位首领当时还是带着大量的私众逃走的 所以为了防止群牙齿死灰复燃 列古城的总管就发出了这张悬赏令 当然这里在最后也提到了之前已经有一只 由伯尔耶尔蒙德风行者率领的佣兵前去剿灭群牙齿 但在很久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之后 这位总管就担心之前名声不好的伯尔耶尔蒙德 可能只是去趁火打劫的 而根据他们之前的行踪 这里面则是提到了群牙齿可能是在黑光塔楼的附近活动 因此自然接下来我们就要去黑光塔楼这里调查一下了 这样终点赶路的过程我们依然还是略过 在捞到这附近之后可以发现按照正常的线路的话 我们就是要穿过黑光塔楼内部 才能够到达群牙齿可能所在的一个欺视者营地 那正好之前在这期隐藏支线流程系列视频当中 阿普已经详细介绍过 这里面一段非常特殊的支线流程 因此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再去翻一下阿普之前的视频 那这样我们就直接切到黑光塔楼最后这里 那接着在我们打开这里的栅栏 很快我们也就能够接近前面那个新增的欺视者营地 这样在我们处理完这里的所有敌人之后 貌似这里并没有我们要找的那位群牙齿 而接着在这位叫做林莉的威亚鬼婆身上 我们是能够搜到她的这张笔记 那虽然这里面的内容比较简单 但它的表达方式则比较特殊 因为这是用一种预言的方式提到了 群牙齿将可以在一位叫做老鼠的猫人的腐烂魔神 纳米拉祭祀的帮助下 在充满死尸的奥风角那里 通过死灵术召唤一只死灵大军 但是最终它们能否成功还取决于 它们能否战胜那里的两条龙 当然这句The Bowens or Two Others Dragon's Immortal Flash 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暗语复辟 那至于具体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奥风角这里一探究竟了 接着由于之前我们并没有去过奥风角 所以我们就打算从附近的古山镇这里赶过去 那这样在来到古山镇之后 由于天色一晚所以我们就打算在当地的酒馆 暂住一晚明天一早再起身赶路 而巧合的是我们在与这里的老板 沃尔海姆聊天的时候还能够接到另一份赏金任务 但这次则是寻找一位失踪商人的公告 具体的发出者则是风多城的总管 主要的意思就是一位叫做Gunster的双俗的商人 最近在叛徒交易战附近失踪了 而可能是因为Gunster之前与风多城的城主乌弗瑞克 有密切的贸易往来 所以在那位商人失踪之后 乌弗瑞克就让总管发出了这张类似寻人启示的悬赏公告 那这里我们就先暂时接下这个任务 等处理完当下的任务之后 再去叛徒交易战那里看看是什么情况 那接着在第二天一早醒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赶往二峰角了 那这里的话中间赶路的过程 我们同样也是略过 在我们来到二峰角这里之后 如果你之前熟悉这里的话 可能还记得这里原本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大型露天 诺德遗迹 同时远处那里一般还会有一头级别非常高的巨龙 而这段任务正常的线路就是从这里直接走下去 然后绕到那里的一座塔楼 但显然这肯定是非常危险的 而这里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 从这里的山坡上我们可以直接爬到那座高塔那里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一般是可以在不惊动那头龙的情况下 完成我们的主要目标 而且这里的山坡地形也不算太陡 我们直接爬上去 其实也并不费事 但是到了这里之后 由于空间比较小 敌人比较多 所以还是需要我们多加小心的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这里的地形和无情之力龙吼 直接把敌人推下山 另外我们也可以跳到这个敌人过不来的地方 进行补血或者是补充一些被动状态 同时在这段战斗过程当中 我们也能够看到 确实群牙齿已经在这里召唤出了两位强大的社会敌人 而且在他身边确实也有这样一位叫做 奥瓦索尔老鼠的猫人 那这样在我们处理完这里的所有敌人之后 在群牙齿身上我们是能够搜到这把有特殊名字的气势者单手服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在这里搜索更多的战利品 而最终到了这上面之后 我们就能够找到这位伯尔耶尔蒙德风行者的尸体 那显然在他身上是穿着一套特殊的龙骨甲 而接着在他身上我们就能够找到他的这本日志 以及这身腹膜属性非常高的龙骨链甲 那可以看到其中的胸甲是可以提供100%的火焰抗性 腿甲是可以提升40点的负重 腕甲则是可以提升30%的双手武器上海 而头盔则是可以提升50点的血量 然后通过这本伯尔蒙德的日志 我们就知道了伯尔蒙德之前应该是一伙在独孤城附近 激略的强盗首领 那之前他的一位手下则是通过挖地道 打通了一条通往东帝国贸易公司仓库的密道 在其中他们主要就是发现了这身龙骨链甲 但同时也就是这身护甲让伯尔蒙德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当年告诉他他们风行者家族就是龙卫的后代 而这个远古的战士工会当年的一个习俗 就是用他们猎杀的巨龙的骨头做成他们的护甲 因此想到自己英勇的祖先 所为诺德人的伯尔蒙德 在之后也是深感羞愧 所以当时他就下决心去效法先祖 猎杀一头巨龙 然后也给自己作为一身龙骨链甲 而之后应该就是在追捕群牙齿的过程当中 伯尔蒙德恰巧在这里遇到了一头巨龙 但可能当时也是因为背负树敌 所以伯尔蒙德应该也是创业为伴 而中刀崩俗 但这里在我们有了这身火炕百分之百的护甲之后 也就基本不怕火攻了 那接着一般就在我们穿着这身龙甲 很快我们就会惊动刚才的那头巨龙 那可以看到这头巨龙也是一头四十级的上古龙 但面对它的火焰突袭 我们则是完全不用担心 但这时候我们在联系前面乌鸦鬼婆预言中的这句 也就可以理解这个强妙的暗语了 然后我们再到下面这里去查刚才被我们吹下山的那位叫做老鼠的猫人 那这里的话我们是可以在这位纳米拉基斯身上搜到两件有特殊称号的装备 那一件是这个惨淡面容伐墨头盔 可以减少25%的召唤和变化系法术消耗 另外一件则是这把纳米拉之痒伐墨单手符 则是可以吸收对手三十点的耐力 那这样到此 虽然看起来我们的这段支线任务也就基本结束了 但其实对此还有一个细节后续 那不过这里我们先暂时不去深究 那接下来我们则是继续去前面提到的叛徒交易站那里 找一找之前失踪的一位商人 那这个据点可能之前很多人也来过 因为游戏当中很多小任务也都会随机刷在这里 那在我们再次来到这里之后 这里也是有了一伙新的强盗 那可以看到首先冲出来的这位就是叫做 爱尔文的高等级寒冰法师 那这段战斗我们直接硬钢的话 可能也会陷入到一场比较危险的混战 所以这里同样也是需要我们小心一点的 那这样在我们解决掉这里所有的敌人之后 接着我们在爱尔文身上就可以搜到他的这本日志 和这封爱德伍德的信件 但这里的话我们先不去看这其中具体的内容 然后我们进到这里之后 就可以看到之前失踪的商人 刚塞尔已经死在了这里 而在他身上我们则是可以搜到这个 户居具戒指和这本身红匕首第五卷 同时这时候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在刚塞尔身后的椅子上 则是插着三把匕首 那看样子他生前应该也是遭到了残酷的刑法 然后到这里我们再去看前面我们搜集到的爱德伍德的信件 爱尔文的日志 以及这本身红匕首第五卷 基本就可以还原出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了 那首先身红匕首这套系列丛书一共是有九卷 这本质上是为了配合于序当中的替代护甲系列MOD 市区MOD开发者与匕首合作推出的一部短篇小说集 其中主要是讲述了原本在西罗利亚省活跃的一个大型强盗团伙 身红匕首在解散之后各个分支或者是成员在后续经历的一些故事 那包括我们前面看到的伯利亚蒙德 其实也曾是身红匕首的成员 因为那段之前的一个细节后续就是 我们还可以在英语宝图利亚斯将军的办公桌上 找到这本关于伯利亚蒙德的调查报告 而根据这里面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出 伯利亚蒙德当年是在偷到那身龙甲之后 因为遭到了周围其他强盗团伙的排挤 所以在独孤城附近混不下去之后 就来到了西罗利亚省加入到了身红匕首 而在身红匕首解散之后 他应该就是来到了列古岭 成立了一支英兵部队 而在这段之前当中 根据这些文本我们就可以看出 阿尔文领导的这支强盗团伙 之前也是身红匕首的一个分支 那这回强盗的故事主要就是与这件汇集戒指有关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戒指之前是 阿尔文从一位唬人商人那里偷来的 但他的这个战利品在死前一直被他身边所有的同伙 认为会给他们带来诅咒 而固执的阿尔文则执意要把这个战利品戴在他身上 而之后他们就遭到了一次重大的劫难 当时他们一伙人应该是被一群伯耶西亚教徒抓获 并准备献祭给这位背叛魔神 然而当时在前击之下 阿尔文应该是利用这个戒指释放出了一个强大的狂乱幻术魔法 让那些教徒与当时在场的一些布耶西亚魔人发生了内斗 那这样在逃出来之后 与阿尔文不同的是 他的哥哥埃德伍德应该是离开了这伙强盗 开始在天际省从事经商活动 而推测的话 埃德伍德之后应该也是非常成功 并与封多城的官方建立起了贸易关系 而根据埃德伍德写给妹妹埃尔文的这封信 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应该是坚持想让埃尔文改邪归正 但于现在身份特殊 他也只能够与埃尔文单线联系 那同时他之前也派出了这位叫做钢斯尔的商人 替他妹妹打理黑白转换的生意 但推测之前应该是因为 钢斯尔与封多城官方的交易活动被埃尔文发现 从而也就被误认为是他们团队的叛徒 因此钢斯尔虽重这样的命运 自然也就很好理解了 那当然对于我们的这段直线 在埃尔文的日誌当中他则是提到了 他们之前是与做灰色生意的虎人商队进行贸易的 而这其中他最后悔的一次交易 则是把一套魔族链甲 卖给了在天际上活跃的虎人商队首领马德兰 那本来他是可以用这件汇集戒指来去赎回来的 但由于他之前认为这两者的价格严重不对等 所以就一直没有去做这笔交易 那这里显然也是提示了我们可以用这个戒指 再去找马德兰赎回一套魔族链甲 而另外如果我们留意这本日誌的最后 也能够看出埃尔文不仅非常自恋 而且还有点 那具体啊不就不细说了 反正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最终能够在钢塞尔身上 缩到这个埃尔文的汇集戒指 那最后我们在拿到这个戒指之后 就可以去找马德兰换一套魔族链甲了 而到这里的话 我们一时可以一物一物换到一身魔族链甲 那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直接花5000金币 把这套护甲买到手 那这套根据原版魔族链甲改装的替换版本 特殊的地方就在于 它在属性上变成了枪甲 但有点可惜的是 这身护甲并不是成套的 因为其中的头盔依然是属于重甲 那当然从整体的外观上看 这身护甲依然是一套非常帅气 霸气凌燃的装备 那只不过如果不戴头盔的话 看起来还是会略显臃肿 那好了到此 今天的这两段小支线任务也就基本介绍完了 那整体上来看 这两段支线背后的故事还是非常精彩的 那当然这其中的缺险依然是几乎没有特殊的配音 全靠冗长的文本 并且他们最多的后续也都有点疏漏 因为完成这两个赏金任务 我们其实也拿不到任何赏金 而至于第二段当中的爱德伍德最终去哪了 也只能靠我们各自的想象了 那好了到此 今天这部视频也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更多周年版的新增支线剧情解说 大家也可以去看UP的这个合集 同时喜欢这类视频的小伙伴 也别忘了关注订阅或者是打赏支持 那最后还是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